Hello 我是Edwin MSI又有新的發佈會 我們來看看MSI發佈了什麼 開始之前MSI就講到 他們將創作和探索Metaverse 元宇宙的這個概念 放在MSI的手提電腦上面 這些為了創作探索元宇宙而設計的手提電腦 就是MetaReady的電腦 一來就講到在Intel的i9 CPU上面 他們會轉用液態金屬代替散熱膏 去幫助倒熱 還說自己的液態金屬 就叫做Phase Change Liquid Metal Pad 由三種元素組成 58度以下就是固體 58度或者以上就會溶化 就變成液態 還說散熱的效能可以有10%的提升 液態金屬長遠來說也沒有那麼容易老化 相比起傳統的散熱膏 接著再講到第一部手提電腦 MSI就說這部Stealth GS77 是一部很強勁的雙用、打機、兩用手提電腦 將一個17吋的螢幕 放在一個比較淺薄的機身上面 設計來說你會看到的Logo 若隱若現 有更大的Trackpad、更大的Keyboard 將電源、HDMI、LAN線的Port位放在後面 亦都有Webcam的實體開關鍵 這個發佈會很主要就是講新機的配置 全部都會升級到第12代的Intel CPU 而這一部GS77 就會用到Intel第12代i9 CPU NVIDIA RTX 3080 Ti GDDR6 16GB VRAM 待會講的幾部手提電腦都會是差不多的配置了 17吋螢幕配置會有4K 120Hz的選擇 6個喇叭的設計會有逼真而且有空間感的靚聲 大耳機的話也可以配合個人化環繞音效技術 令你有更高質素的享受 以上這一部就是MSI Stealth GS77 接著還要講MSI Raider GE系列 MSI最強勁的打機手提電腦 這部機達到高峰性能的時候 總共會達到220W的功率 即是可以發揮這部手提電腦中硬件更高的效能 MSI還聲稱他們的手提電腦效能 可以比美台機達到的效能 以上這個MSI Raider GE系列 就會是他們最高效能的打機手提電腦 接著要講到Crosshead GL系列 這部機就是為了喜歡打FPS的人而設的 喜歡打槍Game的人而設 最高就可以配搭240Hz的QHD螢幕 下方就會用了Intel第十二代i9CPU 以及GeForce RTX 3070Ti 也都會用更高的功率去推動以上這些硬件 除了右手邊這個設計之外 還有中間這個 和Ubisoft合作的Rainbow 6 Extraction特別版 就會配以深灰色和黃色的點綴 鍵盤也都用了黃藍綠的配色 留意到WASD四顆鍵就會是透明和發出黃色的光 以上這部就是Crosshead系列 之後就講到MSI Creator系列 Z17和Z16P還有比較入門的M16 首先就講這部Z17 你會看到這部機是金屬的背蓋 餡料也都用了第十二代i9和3080Ti 你會留意到它是用了16比10的螢幕 還有相當幼細的四邊邊框 這個螢幕也是True Pixel Display 這個True Pixel是一個MSI的Term 即是MSI會選擇市場上一些漂亮的Panel 一些達到幾個標準的Panel作為True Pixel的螢幕 這個螢幕是17吋的觸控螢幕 亦都支援MSI Pen去觸控 有需要的話亦都可以打開螢幕放屏去畫畫 還有支筆亦都可以磁吸在部機的側面 這部機上面亦有SD Card Reader 以上這一部就是MSI Creator Z17 接著就是Z16P MSI就說裡面有一個超導熱板散熱系統 Favor Chamber Cooler 令到導熱和散熱的效能大大提升 然後就講到MSI的手提電腦裡面有MSI Center 由AI自動幫你調控手提電腦的效能 亦都有靜音的模式和手動設定的模式 亦都配搭有MSI App Player 可以在一個模擬器上面行Android App 接著就講到NVIDIA GeForce RTX的GPU 在很多創作的軟件上面都有最佳化的效能 令到MSI Creator系列是非常好的選擇 另外在發佈會上沒有講完的 還有Vector GP系列 Stealth 15M輕薄的電競手提電腦 亦都有Katana系列 Sword系列 國外形設計很帥仔很盈棍的 在這個發佈會上MSI最大力推廣的 就是他們的Stealth GS77 和Creator Z17 你現在就用了4分鐘 看完MSI 37分鐘的發佈會了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